网购售后诈骗套路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借着赔偿什么的诱骗你陷入骗局 近日台州先驱的碧女士就遭遇了快递丢失可货赔500元的诈骗电话 民警接到预警之后立即前往止损 接下来民警开始了硬核劝说 民警连珠炮事反诈劝阻堪称沉浸事 大姐几次想要感谢民警都只能放弃 可见咱们民警止损心切为反诈也是操碎了心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 不要因为贪小便宜或者被小利诱惑吃了大亏 防止被骗啊一定要守好个人信息账号密码 不透露不转账实在拿不准的就找警察来帮忙